所有的票据诈骗罪都一定属于什么诈骗罪 所以我们关注的核心不是诈骗罪和票据诈骗罪的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认为那个东西没有意义 我们认为那个没有意义 甚至在有些情况下 我们把一个诈骗罪变成一个票据诈骗罪的时候 或者一个法官主动的把一个诈骗罪变成票据诈骗罪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做一件好事 因为票据诈骗罪和诈骗罪法定性幅度一致的情况下 它的起点形是更高一点的 比如说那个是三千块钱构成犯罪 这个两万才能构成犯罪 那个五十万就办成十年了 这个两百万才变成十年 这样的话在重薪水的中国 做出这样的一种似乎有违文字的这种让步 大家并不认为是多么严重的违法行为 所以我啰嗦了半天只说一件事情 核心是诈骗 核心不是票据诈骗 第二个票据诈骗的核心除了诈骗以外 关键的问题在于说 它对票据的应用在商业领域中 企业领域中 它到底能够产生多么大的魔力 这是重点 所以理论的核心在诈骗罪 票据诈骗罪本身是不会有什么核心理论的